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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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Peggy 我今天要來做一個Triumcle 這是我前陣子在Sheying買的幾件衣服 就在後面 這邊 Sheying它就是一個網拍的網站 然後它主要的 市場可能是針對歐美的一些國家 但是他也有就是網站上面也有那個新台幣的基價 然後你就可以轉換那些匯率 而且就是也有就是寄到台灣的免運費就是其實很划算 而且他的他的衣服的單價都沒有很高 都還蠻就是還蠻親民的 那我這次就會跟你們說我到底買了些什麼 因為畢竟他有點像類似淘寶的網站吧 可能有些人會擔心說就是他價錢那麼低 就可能會擔心他的衣服的品質 對那其實他這個網站很方便就是 他每一件衣服或者是視頻啊鞋子的下方都有評論 你就可以看就是大家之前的買家有買過這件衣服 然後他們都會PO一些他們自己的感想 就是間斷的感想到底是尺寸是太大或太小 或者是衣服的品質是如何 所以你都可以做參考 那我今天拍這個影片的目的就是 可以和你們分享就是我購買這幾件衣服的 品質啊心得等等之類的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你們就是也可以跟著我一起買 你們只要把下面的資訊欄點開 就會有每件衣服的連結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來看我到底買了些什麼 那我們就來一起參觀我的薰印衣櫃 這次我總共 欸好像我好像購物端交 這個衣架是我前陣子在那個IKEA買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超實用的 就是你放在家裡就覺得天啊 好像每天都在逛街一樣 好那我們進入正題 那我們先從這件講起 這個就是最近超流行的那種衣服的設計 就是它旁邊會有這個袖口會有皺褶 然後就是綁帶的是你要綁起來的 最近超流行這種衣服的 就是前陣子你也看到這個ZARA 都有賣這個衣服 然後我之前在ZARA特價的時候 然後也有買了一件類似這個衣服 但是我買的是藍色 對那時候我本來想要買紅色 但是想不到 所以呢我看到薰印上面有這個 這件衣服然後粉紅色的我就買了 然後薰印上面它還有很多顏色 有白色、藍色、粉紅色 就是你們可以去選 我都會把網址貼在那個下方的資訊欄 你們要記得去點開 它衣服材質摸起來的質感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還蠻舒服的不會粗粗的感覺 可是沒有讓很細 但是就是還可以接受以它的價錢 對然後我價錢都會PO到 那它的質料很薄 但是我ZARA另外一件筆的話是薄一點 那這個就是有點 對它也有好處啦 就是現在夏天不是超熱的嗎 像我今天就是超熱 我現在就是一個狂冒汗的一個狀態 對外面的太陽超大的 給你們看一下detail 皺褶 還有它這個是格子紋 就是小小的 然後我身上這件也是格子紋 這件不是薰印的 這個是mango的 格紋和條紋是這個夏天最流行的紋路 那這個就是試穿的樣子 這件跟ZARA 我之前在ZARA買的那個類似款 就是它們有點不一樣 就是ZARA的這邊比較不會那麼露 但是這件我它還蠻露的 就是可能怕有些人不敢穿太露的人 對那你可能裡面就要加小可愛什麼 但是國外就是超流行 就是這樣子它會把你們故意把它攤開 然後這樣穿 就是是不是很流行 美美的 接下來就是這件衣服 好這件衣服呢 你這樣擺好像沒什麼 而且就看起來怎麼怪怪的 但是它穿起來超美的 我在IG有PO過 然後那時候我PO的時候就是廣售好評 就是大家都超喜歡這件 這件上衣的 然後這個也是最近超流行的款式 你可以在IG上看到很多 很有名的部落客都穿這件類似款 對那它這個薰印上面的款式就是 很便宜 這件才300多塊吧 對這件應該才幾百塊而已 看然後這邊會做一個小漏肩 然後這裡就是斜邊的設計 然後它就是荷葉邊 這件我超喜歡的 它光碗上面也有藍色的 那它這件的衣服 這邊的扣子是可以解開的 所以穿脫的時候 你就不用那麼累 你可以全部解開就很好穿脫 好接下來我要介紹一件很長的 這個 這件就是類似款 但是這件是長袖的 對那這件呢 我可能要等天氣有點冷的時候才穿 不然我現在穿出門會被熱 就是熱暈 好接下來是這款長袖的 然後這邊也是跟剛剛那件是做同樣的設計 只是這件是長袖 但是呢這件扣子是假扣子 你無法解開 你就是要很狼狽的穿脫 對 給你們看一下 detail 就是這件我也非常 我也超喜歡的 就是這件也是你在IG上可以看到很多 有名的部落客還有模特兒都常穿的類似款 對那這他們新鷹上面的價格就是很親民 就是不需要不可擊的價錢 好那接下來 上衣我這次買三件上衣 那後面兩件看到就是裙子 先來介紹這件 這件我超喜歡的 就是我那時候看到模特兒穿 然後他這件是會就是露肚子這邊 就是所以你知道齁就是肌力我要練那個腹肌 就有個線條 對然後他就是前面這裡有個小綁帶 很可愛的小綁帶 然後這件是條紋的 然後他的扣子裙子上的扣子是木扣 那他這件是做的 裙子是有點長的 等一下有試穿你就會知道 是不是很可愛 這次夏天我就是 就是挑一些藍色的衣服 最近也超流行這種 這不知道是什麼藍 就是一個很時尚的藍色 好那接下來就是這件裙子 他這件可能 不太敢穿很裸露的女生可能不敢 但是歐美就是也很流行這種裙子 就是他這裡會故意做鏤空的 鏤空的設計 就是要展現你的肌肉線條 對所以 我現在可能還沒有 就是要激勵你 要趕快練肌肉 對他這件事就是 小露性感 給你們看一下全身的樣子 這個就是全身的樣子 他這個全是到我膝蓋上方 我是159公分的 對 如果就是 那這件衣服可能就是要穿 有點跟的鞋子 比較身體的線條 會看起來比較長一點 然後他有複口袋 可以這樣子 這件很適合去海邊 或者是去 就去海島度假的時候穿的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舒服 就是不會很熱 給你們看一下 現在就是 呈現一個很像消泊的狀態 喔頭髮好亂喔 那接下來就是這一套洋裝 他這個是兩件式的 給你們看一下 那也是 我這一次 呃衣服裡面 呃購買最貴的價錢 大概是 我看一下 這件大概是28塊歐元 大概是900多台幣 對 但是他這兩件式是 你可以分開穿 你可以 可以一起穿 一件衣服 可能有三種穿法 就譬如說 你可以這一套搭在一起 或者是 這件上衣配牛仔褲 或者是 呃 你去 呃上衣你穿別件 然後配這件裙子 所以 一件衣服有三套的穿法 是不是 還有點划算呢 然後 給你們看一下 他這件的衣服是 呃 有點亞麻的材質 對 然後他這個是 上衣是做兩層的設計 下面 衣裙子下面有 這個 有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穿 你們看全身穿起來的樣子 他這件也是做得很漂亮 而且他裡面是那個 褲子 所以你不用怕會曝光 然後這裡就是有做一個開衩的設計 就是不經意的露出你的腿 他這件的材質有點厚 可能會有點 熱 而且 這件沒有口袋喔 這件上衣你也可以分開穿 搭上牛仔褲或者是像這樣的牛仔裙 對 那也是很 很OK的 這次就是我試穿我購買的五件衣服 其實這次尺寸都我還蠻滿意的 因為都是合我的尺寸 這兩件衣服我是買S 其他三件我都是買XS 就是你們他的網站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 他會提供給就是買家評論 就是做一些review 他們上 然後你們就是每件衣服的那個網址下面下方 你們就滑下去 他都會 每件衣服下方你們就是滑下去 他下面都是有過去的一些買家做的評論 他會說什麼這件尺寸是 是不是太大或是太小 或者是就是像描述所說的一樣 就是剛剛好的size 就是true to size or too small or too big 所以我都是參考下面的一些評論來 我選購尺寸的一個參考 對這個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你不上網買的時候 你並不知道他的XS是不是真的是 就是適合你自己 或者是你應該是要選S或XS 或者是就是以此類推 對所以我覺得他這個網站很大的優點 就是他會讓你可以跟看別的買家 選的尺寸做參考 還有他會有些買家也會說 喔這件品質很好 這件品質不好之類 跟收到跟實際圖上看起來的 是不是一樣的 我覺得這款衣服都還不錯 而且價錢也不是說 價錢都沒有很貴 這個網站的你可以看到 他的一些衣服的設計 可能是會有參考別家衣服的設計 就是你會看到很多類似款 但是價錢就是很親民很可愛 就是比較適合小織女 但是我要和你們講一件 我買到的雷品 就是這個手機殼 他這個手機殼是大概5塊美金 大概100多台幣吧 然後他你可以看他的紋路很漂亮 就是我選的是大理石的款式 然後他這個是有紅到藍的漸層 但是呢你可以看他旁邊漆都掉了 所以呢難怪這麼便宜 我不知道他其他款手機殼怎麼樣 但是這一款的手機殼 就是我用了之後 他漆掉的非常誇張 就是我才用的第二天我就發現 漆怎麼掉了 就整個傻眼 這款手機就是不用購買了 那我們今天新穿衣服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那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你 作為你衣服採購上的參考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讚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非常開心 那也可以到我的IG追蹤我 我很常在那裡PO我的穿搭照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